嗨,大家好,我是Brian,大家好久不见 我们知道Darktable是一款开源免费的图片后期处理软件 但是它默认使用的是英文语言 对于英文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可能使用会有点小困难 那么如何对它进行汉化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Linux插作系统的话 比如说你使用的是Ubuntu,Fedora,Linux Mint,Mangiaro等等 这样的话你可以去看我上一期视频 专门关于如何在Linux插作系统下面来汉化Darktable的视频 好的,这期视频的话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在Windows插作系统下面来汉化Darktable 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吧 好的,现在来到我的电脑桌面 我现在使用的操作系统的话是Windows 17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步骤 总共分为五步来操作 首先我们去官网下载Darktable 官网的地址的话是这个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这边有个安装 然后在这边选择你对应的操作系统 比如说你是Windows的或者是Linux操作系统的 找到对应的版本,然后选择下载就可以了 好,因为我这边已经下载过了,所以我就不重复下载了 好的,下载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软件 它的大小大概是60多兆 好,我们来双击安装一下 这边安装目录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最简单的话直接可以把它安装到C版 或者你想节省C版的空间你可以把它安装到D版去 你直接可以把C改为D就可以了 好,我这边的话我就不改,直接使用木楼的地址 好,点击下一步 好的,我们稍等一下 好的,这样的话达个table就已经安装好了 好,我们可以先随便打开看一下吧 好,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现在是英语的 好,首先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先去下载它的中文语言包 第二步 它官方的这个语言包地址的话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复制一下 在浏览器里面打开的话 它会直接把这个文件 当做一个文本文件来直接显示出来 好,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文件的最后更新时间 是2019年的4月10号 也就是今年的4月10号还是蛮新的 它的创建时间是13年的 好的,那么我们要如何把它下载过来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起来 然后随便找一个下载软件 比如说是迅雷 或者其他的软件都可以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下载任务 把链接复制进去 然后选择好 选择保存的地址 然后直接选择下载就可以了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好,下载过来的一个文件的话是chcn.po文件 它大小的话大概是200k左右 接下来第三步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poeditor 来把它编译一下 把po文件编译成 电脑可以识别的mo文件 这时候的话 如果你是Linux消毒系统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是适用于那个 乌邦图操作系统 以及它系列的操作系统里面 就安装一下poeditor 然后进行 在命令行里面进行转换 这个的话 我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讲过了 好,今天的话 我们是在Windows下面 来进行转换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软件 名字叫poeditor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使用这个poeditor 这个软件 来把下载过来的po文件 生成 机器可以识别的mo文件 好的,首先我们下载一个Windows版的poeditor 它的下载地址的话是这里 好的,让大家自己自行去下载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软件下载过来的话 它大小大概是3.8兆 算机安装一下 安装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打开这个poeditor 它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非常简单 然后现在我们把下载过来的 zh-cn.po文件 拖到这个poeditor里面去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边的话 我显示左边是原文 右边是翻译的中文 我们现在要做的话 直接把它生成一个mo文件就可以了 它的方法的话也很简单 大家直接可以选择文件 另存为 保存类型 选择所有文件 然后名字 改为 dagtable.mo 然后直接选择保存 因为我这边已经生成过一遍了 所以它这边会显示它已经存在 我们不用管它直接选择式就可以了 好的,这样的话就已经生成好了 dagtable.mo文件 这个我们最终需要用到的一个 汉滑包文件 这个软件我们可以关掉了 如果大家觉得第三步 手动来编译这个po文件比较麻烦 想偷懒一下的话 大家也可以直接使用我已经编译好的 dagtable.mo文件 我会把下载地址放到这个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去那边直接下载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接下来 第四步 我们需要把这个mo文件 先拷费到dagtable的安装目录里面去 它的安装目录的位置 具体位置是这一个 好的,我们来操作一下 首先我们找到dagtable 选择 选择 右键 属性 打开文件位置 好 现在是在bin文件夹里 我们选择想上一步 那这边有个文件夹里面 有个dagtable的文件夹 有个share local 找到ch-cn 有个lc-messenger 好的 这边里面只有一个文件 现在我们把我们编译好的mo文件 直接拷费到里面去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名字的话 一定要是打个table.mo文件 才可以 不然的话这个软件会无法识别 好的,这样的话就操作完毕了 好,接下来第五步 我们打开dagtable 来手动设置一下语言 好的 现在我们打开dagtable的界面 我们找到它的设置菜单 在这个窗口这边有个齿轮一样的图标 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然后 GUI option 选择第一个 Interface Language 界面语言 我们这边点击一下 我们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个语言 就是我们的汉语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汉语 好的 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选择关闭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软件关闭 然后重新启动一次 好的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Dagtable Dagtable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Dagtable的话 界面已经是完全汉滑过了 所有的系统菜单 基本上可以打到差不多 百分之八九十的汉滑程度 好的 我们随便找一张照片来试一下吧 OK 我们直接把照片拖到里面去 双击进入它的编辑模式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在暗房模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所有的那些 调整菜单都已经汉滑过了 非常直观 Dagtable还有很多隐藏的模块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全部把它打开 至于Dagtable的更多的使用方法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面慢慢介绍 好的 这期视频的话 那就先到这里为止了 这样的话 在Windows下面 来焊化Dagtable 就已经完成了 大家学会没有呢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